大家好,这里是千锋教育云气算学,我是习惯田老师 好,本次课呢,主要和大家分享应用另外一个常用模块,Copy模块啊 Copy模块主要是用于管理节点和被管理之间的 管理之间的这个文件的拷贝 也就是我们把被管理节点的一些文件呢,去分发到我们的 我们把管理节点的这文件呢,分发到被管理节点 好,那常用的参数都有这些啊 常用的参数,好,这个呢,改一下格式啊 常用参数 好,那常用参数都有哪些呢 一个是src,那也就是指定拷贝文件的原地址 那dest呢,就是指定拷贝文件的目标地址 那这个地址通常是什么啊 是我们的管理节点,asable的 那这个呢,是我们的被管理节点的啊 那也就是什么,远征主机的,好吧 远征服务器的都行,好吧 好,还有一个backup,就是拷贝文件前 若文件有变化,那则对目标文件呢,进行备份,好吧 若原始目标文件,我们这样写吧 目标原始,目标 就是原来的,原目标文件 发生了变化 发生了变化,那则对什么 目标文件进行备份一下 那这个目标文件针对什么 针对我们的什么 被管理节点的,OK吧 也就是说被管理节点 你第一次拷贝的时候肯定没有变化 因为价格就没有嘛 对吧 那如果第二次拷贝 被管理节点的文件动过 那你再次拷贝了之后呢 你首先是否要给他 给他备份一份 你如果不备份 就会把原文件直接给他覆盖掉 那原文件你就找不回来了 就是这个,那我们现在 还有什么 你拷贝文件的时候 还可以指定拷贝文件的所有者 拷贝文件的所有者 还可以指定新拷贝文件的所属组 也就是所有组,还可以指定 他文件的权限 你拷贝过去之后呢 你可以指定一个权限 好,那么那来看几个事例 好,那比如说拷贝管理节点的 tmp的a.conf到备管理节点上 好,那这个a.conf呢 我们是没有的 我们现在呢 创建一个另外一个文件 叫repo 这也有ngs的一个仓库地址 可以吧 仓库地址 那比如说这里 文件这个 好,这个文件 好,那这个文件呢 是这样的 我们去创建一个 好吧,就起这个名字 好,那把这拿过来 这是安装ngs的官方推荐的一个 什么呀 它是仓库地址 好吧 仓库地址的文件 我们准备把它拷贝到 那个仓库地址上 好吧 好,那么现在呢 就来vinx.repo 好吧 挑一下 注意一定要-i之后 再扛入v 好吧 好,拿过来之后呢 我们看ngs 这个好吧 就是这个 好吧 好,这很明显 这是一个仓库文件 我们考到对应的目标里边 好吧 那怎么 怎么去执行呢 我们这样 切平贴不回来了 好,我们就执行 i-sibu 然后比如说我们拷贝到web service里边 对吧 -i还是这 前面都是这 好吧 然后-m copy 这模块名字 -a指定要参数 然后呢 双眼号引起来 注意这里都有空格 刚刚这里有空格 之后呢 src 等 等的方式 给这个src 这个参数呢 给它复值 就是当前目录下 这个 这个可以写绝对路径和相对路径 好吧 好 那这个是相对路径 也就是当前目录下 ngs.repo 然后我们拷贝到哪呢 拷贝到服务端的 服务端的这个地方 dst目标是什么 我们应该拷贝到什么 etc.yam.repo src.d里边 对不对 我们应该拷贝到这里 好 那这里呢 c 我复制过来就行了 好 我们首先去看一下有没有 好吧 3 ls cd 什么 etc repo d 如果有了 现在给它删除了 好吧 d rm -f 这是有的 是吧 ngs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好 没有之后呢 我们就来可以自己操作 好 rv 拷贝到这个过程中 ansable web sivers 然后-a这个前面的不变 -m copy 然后-a参数 原是当前目录下 ngs.repo 目标是这个地方 好吧 起的名字也要这个名字 挑一个 ok 现在这里看这里啊 这里呢 我们是会看到一些信息的 那比如说这里 这是change的 是改变的 趁这个改变的 好 注意目标是这个路径 好吗 路径默认 你看默认就是什么 目前我们执行 什么 我们去连接它 我们是用哪个root用户 之前我们建立的信任关系 是不是root 用那个用户去做的 它的什么 它的gid就是 这个那个用户 我们是用了root 是吧 所以的 它的组就是root 好吧 这个md5将是这不断 默认 它是普通文件 还是644 默认 默认前页 然后呢 组组还是root 之后呢 就size398 好吧 398 好 ok 那看看 我们在这 这个圆还是临时的 这个 这个东西 反正弄完之后 都干什么 它就删了啊 state 就是这个呢 就是状态 它是一个文件 好吧 好 这是我们的防御值 解释 ok 那我们现在呢 就去看一下 验证一下 其实我们不用拿什么 我们直接在这 验证就行了 webs okay ok 那 那 -ihosts -g-a 吧 我刚才 ils ils 什么呢 etc 下的tmp 不是tmp 叫的yum.repo.d 对吧 这里边 我们看一下 这个没这个目录 是吧 那凑误信息 我们看这个凑误信息 是什么 防这个目录 是不存在的 是吧 啊 不存在的 我们的 目录是什么呀 repo.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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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6s 好 此时我们来看看 这是不是有NGX 这个 这是有的吧 哎 这有的 好 那这是有的 这没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啊 看一看 还可以进行哪些操作呢 还可以什么 拷贝之前呢 对管理节上的原文件进行备份 进行备份 只需要追加空格 这个参数和值之间用什么等号联系起来 但是每个不同参数之间的用空格格开 好吧 那么加一个backup yes都行了 ok吗 好 那我们现在不加来看看 让大家来看看什么效果 那比如说现在呢 我去 这个上 我去给它改变一下 好吧 我不以改变一下 改变一下 比如说我们随便改啊 比如说添一个shark好吧 好 这是目标主机的 添有有shark 那原主机呢 原文件这个管理阶段上 原文件肯定是没有shark的 ok吧 好 那么现在来继续执行 刚才那个 我们看看 我还能不能执行 好吧 看这个什么效果啊 好 那拷贝过去呢 这个呢 仍然是改变的 对吧 那文词时呢 我们来看看 他这个shark 还是这个内容吗 njx 你看最后一行 这个shark是不是就没了 他是不是给直接把什么 这个 覆盖了 对吧 啊 所以说你可以干什么 加一个backup 加一个backup 好 那文现在呢 仍然去演示 我们给它变什么 哎 shark好吧 好 添加一个内容 可以吧 OK 这是最后一行 有shark的 好 我们的原文件 那尽性继续拷贝 进行拷贝 拷贝的时候呢 你仅仅需要 这样一个空格 b-a-c-k 等上一个yes 就行了 好 你敲一个 只是有改变时候 会是吗 是会 会 会被分岛 好吧 注意 但会多一个 多一个值 叫做backup fill 它是保存到这里边了 看见没有 dr904 这个当前日期 还有这些随机数啊 那么现在就去看一看啊 ls看一下 那是不是有这个文件了 那有这个文件之后呢 我们tell一下吧 看最后一样 ngs 这里边dr9 这个 好 你会发现 这是不是有shark的 那我们现在拷贝的 这个文件呢 拷贝的这个文件 是没有shark的 好 这是原文件 是不是没有shark 拷贝过来的 那这就是备份 那假设 假设 如果又继续改变 它会继续 继续备份 那如果没有改变 你直接再执行一下 它是不会 不会再去备份的 这只是成功了 它说没有改变 false 因为呢 Isep执行命令 都是叫做等密操作的 就是说 如果你连续 去执行多条命令 如果能达到一个 那种期望值之后呢 它就干什么 就不会改变了 就不会从不做 那个动作 不会真的再去 拷贝一份 因为呢 这个文件 它是调验什么 md5值的 它如果发现 这个文件的 根本就是一样的 它没必要再去 做同样动作 所以这是 改变是false的 不需要改变 不需要改变 这是 觉得等密操作 等密操作 好 这里边还有pass是吧 这是我们呢 已经拷贝过去的 一个动作 一个指定 好吧 一个路径 好 那这个拷贝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做那些 操作呢 我们拷贝之后 同时指定文件名 和的属主和属组 这时候怎么指定呢 就是over属主 比如说指定了 nobody 然后 组呢 也是指定这个 好 我们现在呢 来执行一下 好 那这里all呢 我们 我们可以这次呢 执行两个 两个机器 对吧 两个机器 我们走一个 注意这个 用户名呢 必须在目标机器上有 必须在目标机器上 是存在的 对不对 好 那么呢 看0.4 是有的啊 好 它的路径呢 是变成这 必须看 属组 属组 都是nobody的 好吧 再看0.3 0.3 这个属组和属组 也是什么 也是这个了 好 这里呢 同样有一个备份 同样应该会有一些 我看 我没有加备份 是吧 没有加备份 它就是直接把它覆盖 我们来看一下 ls-l 好 那这个ngex repo就叫什么 nobody了 之前是root 对吧 好 这个呢 也可以看一下 ls-etc m.r repos ok 这是这个 好 那这是 好 我们没有加l 是吧 我们加l 他们没有看出 输主 这是中文 好 我们看 这是也是nobody nobody ok 这是拷费模块 拷费模块 还可以什么 动它 对它重新设置 权限 那比如 在拷费 以后呢 变成零七五五 注意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644的权限 对不对 那我们来 变成 还是这条命令 前面都不改改变了 我们仅仅是添加一个model 那此时呢 这个用户呢 我们也不指定 当然你可以一起指定 好吧 那这里又简单期间 命令少一些 我们只要建立这个model 好吧 好 那这个不能在这执行啊 这是哪个用户啊 这db server是吧 这应该是没有这个命令的 对吧 我们操作 操作的主机不对啊 我们应该回到这里吧 好 嗯 交错了 先问那isbo 敲一个吧 再敲了 敲了个时间 好 那现在 所有的 都变成是吗 0755 那属主 属主肯定都是什么 注意看这 注意看这 这个属主属主并没有改变 它仅仅去改变了权限 OK吗 因为你原来文件有文件 那假设你没有文件 没有文件 它是属主和属主是吗 就会是root 好吧 那现在是文件 目标主机上 已经有这个文件了 它仅仅是改变了权限而已 那我来验证一下 ls-l 这个我们 是这个地址 是这个 好 我们看这个权限 已经变成755了 它已经变成可执行的了 对不对 变成可执行的 好 那这是拷贝 我们可以把它 ngex删除了 etc 好 给它删了之后呢 删了之后啊 好删了没了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有 一个是没有 对吧 我们再次执行一下 你看这次有什么变化 好 你看是一个 一个是成功的 因为这个呢 根本就没有动什么 称之意的 是false的 对吧 因为权限还是原来权限 对不对 然后这里呢 会改变 因为为什么呢 你这个原来是没有的 我新拷贝过去 注意新拷贝过去 干什么 属组 就是属组和属主 都是什么 都是root 那权限并且也改变了 ok吧 好 如果原来有的 那肯定都不会改变了 好吧 这没有了 它改变 看见没有 ok 好 这个用户 权限755 好 那这就是拷贝模块 这就是拷贝模块 好 那这次呢 就先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